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么一句话到底是怎么来的 有一个不靠谱的外国传说 从前有位国王 他爱您如此 在他的治理下 人们都过上了风衣足食 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但国王却不踏实 哎呀妈 朕今年已经35岁高龄了 万一朕100岁的时候挂了 朕的子民要咋办啊 不行 非要召集国内所有有学问的人 让他们找出一个 可以保证朕的子民 永远幸福的法则 三个月后 学者们辛苦整理出 整整三本厚厚的幸福法则 献给国王 国王底下 天下所有的知识 都汇总在这三本书里了 只要读完它 保证人们干啥啥都行 可可第一名 这么多书 你以为百姓都是大学毕业呀 继续找 两个月后 学者们拿着一本书来了 国王底下 他们将天下所有的知识 都汇总在这一本书里了 只要读完它 保证人们干啥啥都会 考试全都对 不行 还是太后了 继续找 国王给我们的要求 这不就是要一个 五彩斑斓的黑吗 太难伺候了 又过了一个月 学者们拿着一张纸来了 国王底下 他们将天下所有的知识 都汇总在这张纸里了 只要记住它 保证人们 干啥啥都成 不输长春堂 国王一看 太精辟了 只要真的子民 记住这宝贵的智慧 一定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赏 这张纸上写的就是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是不白事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我真的做得更好 是我的 请记住 这张纸上写上 我现在看看